最近这帮派是接连举办春酒 让警方可是严厉扫荡 6号竹联邦的明年会办春酒 是高调的眩名车又眩美女 让警方可说是颜面扫地 现在台北市各分局都动起来 复仇是针对竹联邦插谷的酒店强力扫荡 由于这警察连日领检 现在酒客都不敢来了 商议可说一落千丈 超迷你短裙踩着细跟高跟鞋 腰翼升姿 小姐眉腿如鳞 拿出证件受检 警方现在天天都到酒店强力领检 不少酒店就隐身在百货公司 或是商班大楼里面 而警方针对这个酒店进行大力的扫荡 就是因为黑帮的春酒彻底踩到警方底线 松山区知名便服店龙亨 原本夜夜升歌 小姐作陪挤满整个包厢 但在警方连着来四五天后 现在酒客只剩下个位数 小姐只能坐在休息室里干等 酒店生意变得极差 谢谢西班长 谢谢西班长 就是因为这场竹联邦最嚣张 名人会办的春酒晚宴 高调炫民车炫美女 换来的却是警方复仇事 针对竹联邦插谷的酒店大规模扫荡 范围涵盖中山大安松山信义 像是知名的礼服店皇家 蝙蝠店威斯汀 还有多间酒店等等 几乎整个台北市都受到影响 过去竹联邦人行 肖章在北检门口砍人 如今帮众通气的被抓据官 犯罪的被移送侦办 八号专案开始只有五天 各分局都动起来 一共就逮捕了六十人 警方亡羊补牢 几乎全城市的围剿 打压黑帮肖章起演 就这么到 发现现场来看到 近期是黑帮接连在五星级酒店 高调的举办春酒 引发警政署宣示 大规模的扫黑 要求各县市警局 如果有黑帮要办的 最好想办法取消 是竹联邦南部组织黑帮成员 原本四月初 在古山区一间大型婚宴场所 举办着白桌的春酒 警方得知之后 却对婚宴会馆业者小宇大义 要求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也进行着大规模的领检 让业者不得不忍痛 来退单 取消将近百万元的定席 日前太阳联盟春酒晚宴 请来身材娇好的七仙女 穿着削尖景深礼服 倒酒拼长 名人会则是号召 一百七十名旗袍辣妹 在五星酒店高调聚会 还在门口摆放跑车吸睛 北部帮派分子 接连高调举办春酒 引发民众议论 让警政署下令扫荡 还通报各县市警局 有黑帮还要办春酒的 最好想办法取消 并列为警局长的KPI绩效 高雄警方在得知 竹联邦南部成员 四月初要在古山区 一间大型婚宴场所 举办百桌春酒 多管齐下 闲事游说婚宴会馆业者 要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避免沾黑惹的一身心 业者于是将 百桌春酒退单 损失近百万 远警中兵部署在婚宴会馆前 进行录检查验人车身份 但警方高调录检的举动 也引来业者抱怨 认为妨碍生意 白天路简兰查 晚上则是来到帮派活动营业场所 或是辖内酒吧游艺场 以优势警力高强度高密度 扩大定间扫荡 带着气毒犬进入酒店包厢搜查 警方不分日夜用实际行动 来消灭帮派分子的气焰 警方软硬监失成功阻止黑帮多一次聚集炫耀的机会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